摸着自己的良心 捂着自己的良心心在左边大哥 心在右边 在本次采访中你们将完全进行本心 不刻意隐瞒 不夸大其词 承诺回答所有问题都是真实无误的 能够保证吗 我保证如有撒谎 张志涵老师唱呜呼 我保证如果我说谎 龚老师掉头发 他太狠了 我应该晚点说 我从来说 坐在你身边的这位是 山河令中周子舒的扮演者 张哲瀚老师 山河令的那个温克行 龚俊老师 来路这档新综艺准备了哪些技能 分享给这些新人 该说的在节目里都说了 这是档跟演技相关的节目 你们会觉得演员这个职业主观能共性较差 所以容易处于一份选择的状态吗 我说 以前就是可能作品没太多的时候 就是只能自己多跑跑组 寻求一些机会 那现在 就稍微火了那么一点点 从18线到了17线 17.5 你刚说了17.5 可能选择的机会多了那么一点点 挺开心的 前选的时候张哲瀚说 想参加这就是G54 知道你现在跟街舞三的某位导师有合作 有跟他探讨一下吗 那 王一博的街舞太厉害了 那我看他跳舞我都是 哇塞太帅了 怎么那么帅 那我还没有跟他聊到这个 我们还都是在聊我们戏的方面的东西 来长沙看到一年车 那些话是 配到别的音乐就正常我跳的那个音乐 虽然吧有一点点稍微那么僵硬了一些些 像打拳一样 但不至于配上龚老师的歌声怎么就成那样了呢 为什么呢 你说清楚 一定是龚老师唱的太好了 对 哎呀怎么说呢 我的歌声可 张老师舞蹈还挺废的 还挺废的 查他 其实我也没有去特别查他 快临近要进组的时候才跟我说是他 然后好像第二天他就要来了 然后我就想说那就直接见吧 反正人都是要相互培养 相互培养感情嘛 哪怕我对他看过他的作品 对他熟悉也是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认体的一个过程 是的 还记得第一次相应是在什么样的时间和地点吗 吃饭 剧组的时候 马姐叫吃饭 马姐说必须得来吃饭 认识一下自己的对手 嗯 第一印象就是对了龚老师的声音很有印象 他说话的时候声音特别好听 不用再想个点夸我了 可以跟这个问题过 龚老师突然被夸奖心情如何 他就想怎么夸回来 不用这么夸奖 这个你来我往 我应该夸一夸张老师 第一次见面你要夸我什么 非常会照顾人 端水大师 给我加了菜 给马姐再加 给马姐加完菜 我就跟我加菜 你这个还不如不说 当时一起拍的第一场戏是 就是见面的那场戏 我的出场 对那手机很热 爆热 爆热 其实你们都不知道 我那个乞丐装还有一个微博 就是我经常立在手上的那个东西 很厚实 你们这戏本来是要冬天拍的吗 现在你们看到是我常开了 我是实在顶不住了 他很聪明 造型师给他搭好微博 自己顺着就藏起来了 算是独家秘密给你们的 剧组最大方的一个瞬间 你们还记得吗 还好吧 我们组也不是特别穷呀 张老师作证的剧组 再怎么 空调也得摆一个 张老师每次来到现场 第一个时间先放好空调机 出汗太厉害妆了 瞬间就滑了 就一天要换好几次那个里面穿衣 要不就凹在里面 就是那种湿答答的 前套绿幕的水下系 你们是如何带入节色的 古装头套下了水以后 会直接会趴在 是 会裂开后 会影响美感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心 周子舒突然变回本来的愿貌 如果是在水下排 那那个头可能就是这样起来 是 尤其我那个头到后面没摘 它会飘起来的 对 我以前拍过 就是很难 可后来想了很多办法 觉得还是这样去还原 就是真假结合一些 就此书是两千层的灰 那温克星是五彩斑斓的黑吗 不是吧 不太像五彩斑斓的黑 也像啊 因为五彩斑斓 五彩斑斓代表温克星见你那一面 黑就代表鬼谷那一面 黑化 请问你喜欢就好了 挺好的 除了模仿温克星摇扇子 还有什么其他别出精彩的小设计吗 什么摇扇子 他不知道 他都没有看 不追剧 啥时候摇扇子 你不知道吧 在你不知道的地方 就加了那么一点小小的细节 你先走了 阿湘去追你了 曹卫宁在那跟我说话 我就在劝曹卫宁 我说 还有一场恶战在等着你呢 意思要跟你这个老丈人 要交手 对 就只说和温克星谁干独学 那肯定是他 后期很喜欢怼温克星 我哪儿怼得过他呀 温克星说一些有的没的 有的没了的话 他怼人不厉害 因为温克星都让着周子舒适吗 对 那如果是张哲瀚和龚敬本人 是不是也没什么前面 是 你说吧 我怎么好回答这个问题 五五开吧 五五开 给我留点面子 好 成岭和阿湘落水 一些两个人合力 才能救起的话 会先救谁 我这个人比较记仇 成岭弟弟在现场 跟我这个师叔玩得好 结果采访的时候就老是Q 你的师傅 救阿湘 那我肯定救我的徒弟了 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徒 请主席选题 两个人合力才能救起 什么意思 合力 就是我们两个一起才能救 那当然救女生了 当然救阿湘了 想听你的 救阿湘 因为女生需要更好更多的保护 师傅成岭 成岭 我不是教你游泳了吗 自己游 四川的辣椒辣 还是江西的辣椒辣 四川 必须 四川那必须 四川人吃辣椒都不行 我吃辣椒不行 不代表我们四川的辣椒不辣 不行不行 可以可以 我没给你吃我们的那个 潮天椒是重庆的 反正我们的辣椒辣 我们的辣椒也不擦 其实也挺辣的 你们要给我吃的 我主要是不能吃辣 他们那个剁椒挺好吃的 还给我吃那个拌粉 真的挺好吃的 对啊很辣 你都没尝过我们当地更辣 什么更辣 就吃的啊 整个那个大街小巷吃那种炒菜 我还挺想去江西玩的 嗯 真的 既然聊到江西了 去江西玩有什么推进 我们那有个仙女湖很适合你去 仙女湖 适合你 啊 适合你 如果两个人决策后患的话 会如何演绎呢 不要说在别的采访里演过 哎呀别演了吧 我们演过了真的 哎什么时候演的 在那个 采访演过了 我们真的演过了 你们新浪的采访 我们新浪第一次采访你们双人好吗 你竟然会的 一套一套的 我看过王牌对王牌 什么时候 大学的时候 我这是想闷混过关 以前怎么都告诉你 要真诚 你怎么现在会骗人了 拍摄结束后 你们很快就能出戏吗 那我是那种需要出去玩一下 一定要出去玩一下 放空一下 对干点别的事情 我 只要有工作找上我我可以 就是能赚钱 如果没有没有什么 可以赚钱的 我就去旅游 对 要么就回成都 哈哈哈 你快死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有个热搜 说如何证明一个男明星红了 就是突然有人开始管他叫狗狗了 那你们会觉得对方是什么类型的狗狗 他喜欢猫 因为他微信头像都是猫 猫咪 他自己养猫咪 他很爱猫咪 我也养狗 不是养狗 不了解吧 啥狗 养了很多年 发痘啊 啊 你怎么不发 你偏心 就很久没见了 因为工作好了 好吧 我找了一下粉丝频道 两位化身成狗狗的品种 这是什么狗 中华柴犬 中华柴犬 中华柴犬小时候长得非常可爱 长大了也挺英俊 嘿嘿嘿 嘿嘿 你看龚老师笑声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特别见嗖嗖的他就会 嘿嘿嘿 嘿嘿 然后他一傻傻乐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家等我以后可以注意一下 龚老师给张老师写歌的进度如何了 进什么城啊 最近工作都这么多了 哎呦 还会有这个结果吗 我倒想龚老师给我写出什么歌来 我倒想看看 我们说不定后面会有一起合作的 那个什么 还要在一起合唱 小声一点 今天导演不是说吗 不是我们还有合唱其他的单曲吗 是的 对 大家期待一下 张老师怎么卡车了 对 期待期待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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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情况下 有可能实现龚敬唱歌张哲和档舞 我刚才不说了吗 很快 现在导演的找我们 可以帮我啊 你准备一下吗 什么我准备 我唱歌你跳舞好不好 我跳什么舞 我跳广播体操的差不多 难道封敬唱歌不行 是为了眼带他跳舞也不行的事实吗 我的跳舞是不行 唱歌不行 我这有点无力反驳 就这样吧 没事 现场能再还原一下爱的恰恰舞吗 我们这不是学一下吗 直接开始啊 录完了已经 你都不需要学的吗 跳舞 有天赋 一遍就能记住 边看就能边跳 是厉不厉害 太厉害了 以后就龚老师跳舞了 张老师没跳 这条不算 来 再来一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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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起来录起来 今晚打老虎 跳起爱的恰恰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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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脸趴脸 趴脸 根据指令做出各自想到第一个动作 首先是害羞 害羞 害羞 第二个是笔心 笔心笔心比我了 大哥 昨天都做过了 昨天做过了 不是说好了这样的吗 不是说好了这样的吗 不记得我跟你讲过吗 是说好了这样的 你 你稍微就心 对 宽一点 女坛舞 女坛舞是啥 我真不会 歪头 歪头 喝一杯 你干啥 你就打醉拳 醉了醉了醉了 经过今天的验证 张哲瀚和 工具之间的友谊默契指数为 六十分 百分之六十 接下来是我们 有情室言 山河不足重 重灾欲之急 你身上有光 我抓来看看 我们下来看 我们下来看 我们下来看